男星高以祥11月27日不幸促世 享年35岁 左邀五家人为他举行告别事 并让以祥长眠在金宝山 同时相信他的魂魄能够放心高飞 对此先前曾多次观察高以祥灵魂的通灵大师江家业 这次再度透过影片 照片 感应到高以祥灵魂离开前的动向 同时曝光了他最后的遗讯 江家业关到了很多高以祥的内心讯息和行为动作 在公祭结束的10点左右 高以祥的官母运上灵车送往二并火化 两位哥哥和女友Bella也上车相伴 江家业已打坐通灵关到以祥跟住自己的遗体上车 他轻辅助遗体 轻轻说住 感谢你跟住我35年 我们一起欢乐 一起受苦 虽然今天你就要永恒离开这个世界 但我留下很多的照片 你会永恒的存在这个世界 受人怀念 当然高以祥不忘生前女友Bella 她飞到Bella的身旁 环抱并轻抚她变为一头暗紫色的头发说 你这傻女孩 为了我牺牲这么大 叫我如何回报 看到她带住一位生死不便誓言的韦戒 含住眼泪拜托她千万不要这样想 我这世事无法照顾你 你一定要找个可靠爱你的人托付终身 等到骨灰送到金宝山后 高以祥和二位一直陪她的天使 往高空一直飞 绕住大台北环绕 大声喊住 再见 台北 再见我亲爱的父亲 母亲 哥哥 接住又说 再见 我每个亲爱的朋友 停了一下 哽一喊住 还有我亲爱的Bella 我走了 带住你们大家满满的爱 离开这个世界 在天国等住你们 三个天使就一直往高空飞 飞到看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